社交媒体昨天流传一段一分24秒的影片 有三名孩童不顾生命危险 爬上行驶中的国油油槽罗里的尾部 索性后方的司机及时提醒油槽车司机 车后有人才没有造成任何意外 三名孩童攀爬油槽车尾的惊险过程 被上传到网络后引起广传 警方马上展开调查 并促请民众踊跃向警方提供任何详情注查 沙巴仙本纳警方今天发文告表示 根据调查事发地点是在仙本纳布补路 三名孩童在油站的附近玩耍 看见行驶缓慢的油槽车便直接爬了上去 直到后方司机提醒油槽车司机才发现车尾有小孩 而疑似外籍孩童的三人立即拔腿逃跑 警方提醒父母和监护人好好看管孩子 以免危及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同时警方也会对初心的父母和监护人 采取严厉的行动 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